大佬抱回家 没羞没少啪啪啪 我今天是这个小月圆舞曲的最后一期啊 那么上一期的已经到了这个恶魔城最上节 那么现在我们准备要去干这个格拉汉 那么这个格拉汉呢 他比这个参征要先到了这个成都的房间 成都的房间呢 他放了这个德库拉的这个魔力 那么这个格拉汉呢 他已经继承了德库拉的这个魔力 所以呢现在我们先要去把这个格拉汉先干掉 那么打boss之前呢 先把前面说的三个重要魂先装备了 进去之后再装的话呢 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一定要在进boss门前先装备 对 噶 但是 嗯 嗯 刚才这个对话里面呢 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一个打广告的 这个很多同学都土淘火 好了这个不说这个广告的问题 我们说一下这个boss 那么这个boss呢 他由于 这个继承了德库拉的魔力 所以他这个招出了 也是老套路 跟以往德库拉出现的时候的第一形态的三招 一模一样 地狱火 瞬间移动 还有一个黑球 那么他这个的第一形态也是一样 好 那么现在是这个第二形态 第二形态的变成三个黑球 然后往外面这个旋转 那么这个第二形态的他是不动的 所以就等着我们切菜 而这里有个对话 他第三形态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对话 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死亡前最后的喇喊 而这个现在是格拉汉的第三形态 那么这个第三形态的这个外形的有点下眼的 有点像两个女人 就那种两体音 下面的是一些肠道 而中间那个肉球 上面的那个人的就是格拉汉 那么这个boss的外形呢 他是根据月下的德库拉那个外形 改造的 有点相似 怎么办 这就不是这个怪兽的吧 让你再来避免 我自己看着你 这就是这个怪兽的 不过来 不过来 这就是这个怪兽的 对了 这就是这就是这个怪兽的 好看着 这个怪兽的 有点免质 这就是怪兽的 是个怪兽的 女人人的眼前 这就是怪兽的 这是特别人的 是什么怪兽的 是什么怪兽的 有点免质的 那种怪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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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完这个格拉罕之后呢 这个房间的左右边有一个狼魂黑豹 然后还有一件衣服这个吸血鬼之服 换一下装备 好了那么这个黑豹的这个狼魂的就是恶博城老司机飙车专用的这个一个魂 那么装备的这个魂之后了就是可以这个加快这个移动的速度 而且在冲刺的时候如果撞到敌人的话了还可以给敌人造成一些伤害啊但是这个伤害很小 如果是前期的怪物的话了可能直接撞死 而这点传送回这个荒城葵狼 然后呢就可以去这个 混沌的那么这个混沌的入口呢在这个万雀庭院 这边呢先说一下刚才这个具体就是这个参征已经得到了得破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呢这个阿洛卡多了 他为了免得这个参征变成魔王所以他把这个邪恶意志 先抑制一下别让他那么快的侵入这个参征的内心 虽然说参征他已经得到了德克拉的力量但是了游戏里面这个参征所有的能力并没有加强 还是老样子只是换了一个头像而已 好那么现在来到了这个万雀庭院 这个万雀庭院的其实这里有两边两边都可以进入那个上方那些 服务空平台那么这里的我选择走这个右边右边稍微近一些 两个场景之后就就会到了一个 比较奇怪的地方就这个地方 好那么这边的准备打这个这一大叔 先换一下这个武器 选这个杀龙之神将 进去之后呢就会见到我们的这个这一大叔 好那么这一场不上开始了那么这个这一大叔了 就是以往我们玩恶魔城里面用的那些吸血鬼猎人 他拿的是圣边 然后呢这个圣边的攻击距离的比较长 所以呢现在我拿的这把武器这个杀龙神将的话呢 他这个距离是比这个圣边要稍微长一些的 这里要用到一个技巧就是 攻击的时候用这个击退来取消武器的硬直时间 而且在后退的时候顺便躲过这个这一大叔的攻击 以往呢我是用这个小跳来取消硬直的 但是这个杀龙神将呢他是不可以用小跳 取消硬直的所以只能用这个击退 另外说一下这个这一大叔了他对这个光属性是有抵抗力的所以不能用这个光剑去打他 除了这把杀龙之神剑之外呢还有这个暗之剑可以用来打这个这一大叔 那么这个暗之剑呢在这个恶魔城最上街城主房间下面 另外还有我上一期说到的那个boss画里面的简历礼物 就是这个羊电子炮那个的很变态的打这个这一大叔 对了还有一把武器就是这个银枪那个呢也可以打这个这一大叔 我第一次打恶魔城的时候就是用那把银枪来打这一大叔 但是打很久 那么这个这一大叔呢他 呃我觉得吧这么多武器还是这个杀龙神将 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这里的这一叔他准备放大招了 那么这一招呢会把这个参针吸过去 你这一招了变成这个大蝙蝠呢是不会被吸的 如果你被他吸的很近的话呢可以用这个大蝙蝠来脱下 你这一招我觉得应该没有同学会中吧 好那么这个这一大叔放完这个必杀之后了 他就会进入这个第二形态 那么在第二形态的这一大叔他会用这个腹器了 呃斧头啊圣水十字架这几个腹器 所以这个第二形态稍微难打一些 不过这个第二形态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血量比较少 很快就能杀死他 最后说一下这个boss上的音乐就是 著名的等不到晚上 那么这一首音乐呢他其实是两首音乐组成的 一首是街机恶魔城里面的等不到晚上 他的第二部分呢其实是这个 FC一代的第五关 火之星那么是两首音乐合成的 他们对Fическая阻止 étaient six or so 几个三首的那种 火之星太尼 烹得太尽 压殿 如果 然后干掉这大叔之后我们要进入这个混沌进行这个最终绝战 那么刚才那个对话里面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参征跟这大叔做了一个约定 假如说参征他变成魔王的话了 这一大叔就会去消灭参征 那么这个了其实是做了一个铺垫 就是后面的小月第二部参阅的十字架里面的就有这个J模式 那个J模式里面的跟这个小月的J模式不一样 他那个J模式的就是J大叔还有杨子阿鲁卡都三个人组队去打参征 可惜这个小月里面的这个J模式的没有参阅里面的那个J模式有诚意 这里的这个J模式的这样简单 而且这个J大叔也没有剧情 不像参阅里面有剧情有人物有新Boss 到时候我会去录那个J模式 对了就是这个最终Boss战 如果你死掉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坏结局 这个J大叔会到这个城主房间找参征 然后前面格拉汉那个地方呢我也没说 就是如果没有装备三个必要魂的话呢 这个游戏他就会得到一个普通结局 普通结局的就是这个参征他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但是这个恶魔城还在他在召唤新的城主 这个什么意思啊 难道除了这个参征之外 还有另外的人吗 没错 如果按照参阅的说法就是 其实参征他只是魔王候选人之一 其实这个魔王候选人的有好几个 在小月的续作参阅里面的 还有另外两个候选人 那么现在的他们那两个候选人在这一次没来到这个恶魔城 所以呢他们不可能继承这个魔王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的赢到了最后 这里要先补一下血 然后进去就是打这个最终Boss上 而也许也是很可怕的 这个魔城没来到这种魔城 那么多了 这个魔城哦 更多了 第四季 那来呢 这个魔城 又没来到 那么多了 不清 还没有 尽量 好那么一对废话之后就准备开杠吧 那么这个最终boss啊 他有两个形态 第一形态呢是有三个石像 每个石像呢就是对应着参征的三种魂 三种类型的魂这个红魂蓝魂黄魂 那么这三个石像他出招的也是对应着 这些魂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这个蓝魂呢他是召唤 比如说召唤这个怪物 黄魂呢是吸取参征的这个NP 另外呢这个红魂他会丢出三个集合体去攻击这个参征 意味着像那种副武器一样 那么把这个石像打掉之后呢 就可以取回原来属于我们的力量 比如说打掉这个蓝色石像的话 就可以拿到原来我们的这个蓝魂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这里呢是没有魂用的 只能用这个物理攻击用这个关键去打 好那么这个第二形态呢这个任务非常简单就是把中间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核心打掉 打掉之后呢就可以通关了 那么中间那个核心他的防御力是跟这个场景四个方向的这个眼睛是有关系的 你只要没打掉一个眼睛这个中间的核心他的防御力就会下降 一般来说打掉两只眼睛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干中间这个核心了 但是我们在打中间核心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右下角那个眼睛也把他的这个打掉 打掉的话呢就可以打的这个血量稍微多一些 他们这个计划形态的这个随机性是比较的强的 比如说上面的那条骨头龙 这条骨头龙呢他会四处乱窜 有时候他会在你的菊花那里出来防不胜防 这里吃到了这个青色的这个球 青色这个球呢它是一个炸弹来的 就是你吃掉之后呢它就会爆炸 大概三百多点吧 好那么现在可以疯狂的干中间的这个核心 好已经打掉了 好那么这个任务完成啊游戏通关 那么这个核心呢在有点像那个心脏一样的这个跳动 那么这个黑色核心碎掉之后就意味着德库拉邪恶的意志 它粉碎了 那么在游戏的最后呢 千万不要忘记经典的影母恶魔城倒塌 那么我们又可以恭喜这个拆枪棒又拆枪成功了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城倒塌之后 它又被封印回去了 就是前面也说了 这个恶魔城他原来应该是在1999年了 被封印在日史里面 最后一边是在1999年了 这个城倒塌之后 那个城倒塌一样 这个城倒塌的 这个城倒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